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忠 神的话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胜过金金 比蜜甘甜 是我们旷野的玛纳 野地的天良 约伯记十四章第四节 约伯说 谁能使洁性之物处于污秽之中呢 无论谁也不能 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七节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神却能 神将大地悬在太空 他取起众海岛 好像极为之物 因为神能 所以我们的人生 充满了盼望 今天 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你还缺少一件 我们思想 你还缺少一件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新约圣经 马可福音 第十章 十七到二十七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 十七到二十七节 请预备好 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让耶稣进入你心中 现在不要再怀疑 现在不要再推迟 现在将心满重开 让耶稣进入你心中 你为了积极 一世和气 让耶稣进入你心中 喜着和全静 在身边永留 让耶稣进入你心中 现在不要再怀疑 现在不要再怀疑 现在不要再推迟 现在将心满重开 让耶稣进入你心中 你为了积架进入你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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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要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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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将心满重开 让耶稣进屋里心中 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七节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 跪在他面前 问他说 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小德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亏负人 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 夫子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脸上就变了色 悠悠愁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周围一看 对门徒说 有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哪 门徒吸取他的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子 依靠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哪 骆驼穿过真的眼 比财主 进神的国 还容易呢 门徒就 分外稀奇 对他说 这样 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马可福音第十章 十七到二十七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 第二十一节 马可福音十章 二十一节 经文说道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却便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修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缺便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修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 继续请听 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你还缺少一件 富有的少年官 堪称正人君子 但当他面对我们的主 马上察觉 生命的忠心是空的 这岂不也是 马丁路德归正以前的情况 他进食祷告 拼命守戒律 旗帜可加 可是内心凄惨依然 当荣耀的阴性称义的教义 使他恍然大悟 有如旭日照亮他的心田的时候 马丁路德就打从心底归正过来 成为众所周知的改教家 约翰·魏斯里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明在人里头必须以基督为中心 再没有比魏斯里更诚恳 更坦率的人了 再没有比他更花时间 更拼命改进自己的人 为了向囚犯讲道 他的因果牛津遭遇逼迫 终于 他放弃了院士前途 横渡大西洋 到美洲 向奴隶传道 伊西现在使自己循规蹈矩 他发现自己 虽然已经认真的 针对多方面的缺点 可是内心依然 郁郁寡欢 深感挫败 后来 据他自己披露 在伦敦 雅达士基因 那个很平静的聚会中 漠然地 他的心莫名其妙地 暖和起来 威斯里在内心深处归正了 他终于在耶稣基督里 直接在心中认识神 当心灵的眼睛开了 嘹亮了 他在基督耶稣里 就成了心造的人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 善尽我的最高职责 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 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 与孙大中一起灵修 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 最高职责 今天我们思想 你还缺少一件 这个题目 马可福音第十章记载 一个年轻的财主跑来 跪在耶稣面前 问耶稣 我当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他是一个自信从小就遵守律法的人 律法上的规条 他都遵守了 但他却没有得救的把握 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前 马丁路德心灵始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 就是要如何让公义圣洁的神满意 当时 罗马天主教 一直在教导 善行的功德 并且充满各种迷信 比如 相信用双膝跪着 爬上圣梯 就是传说中 比拉多在审问耶稣时 所用过的梯子 只要爬上阶梯朝圣 加上念主导文 就可以获取赦罪的功德 一天晚上 马丁路德要从父母家回学校的时候 突然遇到一场猛烈的暴风雨 闪电照亮了天空 马丁路德吓坏了 他跪在地上向神哀求 一说是向圣安娜求救 求神饶恕他 并且启示愿意进入修道院 做修士 于是21岁的马丁路德 就进了奥古斯丁修道院 他的良心告诉他 他必须成为圣洁 他必须完全 他一面读神学 一面心里还是惧怕 有时 借着苦待自己 尝试把罪 从肉身之中除去 但是 没有办法 他心里想的就是 如果达不到神的要求 够不到神的标准 不能让神满意 那该怎么办呢 当时的主教 约翰使道比斯 鼓励他要仰望耶稣 依靠他的死 所带来的救赎 并且提醒马丁路德 人如果只是单单惧怕神的可畏 那不是真实的悔改 惧怕神 不是悔改的结果 只悔改的开端 要接受神救赎的行动 就是耶稣基督 所成就的福音 借着他与神和好 才能脱离惧怕 两年后马丁路德 被调任威登堡大学 在那教书 当马丁路德在教 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的时候 他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当他读罗马书一章 十七节的时候 他读到保罗所说的 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他醒悟过来 原来义 不是凭着行为得到的 而是靠着基督 早已经为我们成就的福音 是神加给我们的 马丁路德的心 顿时豁然开朗 心灵的阴霾消散了 心中的重担放下了 当下脱离了定罪的恐惧 以后 他成功地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焰 加尔文说过 真教会就是需要不断以神的话 来改革归正的教会 在改教运动之后的英国 约翰·魏斯里 起先一直设法做自己的救主 他一直想靠自己所行的义得救 但常因为做不到而沮丧 他一直想要凭着 循规蹈矩 靠自己所行的一行救自己 他虽然很努力地过尽全生活 竭力行善 但缺少得救的把握 虽然他称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 但从年幼开始 他就将得救的盼望 惦记在他所做的事情上 他每天祷告几次 每天读圣经几次 探访坐监牢的人 施舍给穷人 过着非常静闲的生活 但他跟主的关系并不深 他的信心并没有对准正确的目标 有一次 他乘船横跃大西洋 途中他遇见了大风暴 当时他被风浪所惊吓 非常害怕 可是他看了同船的 摩拉乌亚地心会的信徒 却神情泰然 一点也不惊慌 虽然外面有狂风巨浪侵袭 但他们仍旧像处在 风和日丽的阳光下 那样的宁静安详 不但大人不怕 连小孩都不怕 为什么他会慌乱惊怕 而他们却不怕呢 约翰·威斯利心里就很羡慕 这样的平安 这些从德国来的 摩拉乌亚地心会的信徒 受马丁路德的影响 对于音信称义的真理很有把握 他们知道德界我有靠耶稣 而约翰·威斯利却没有这样的把握 1738年5月24号晚上 当他独自走在街头时 听到有人在家中唱诗的声音 他就走进这个摩拉乌亚人 就是今天捷克少数民族的家教会 独自坐在后头 当天的讲员 是一位刚从美洲回来的 摩拉乌亚宣教士 他在朗读200多年前 马丁路德所写的 罗马书注射的序言 约翰·威斯利 他听见马丁路德 在罗马书注射里边 清楚陈述 音信称义的教义后 他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不能凭着 过圣洁生活 或遵循律法 来得救 他虽然愿意照圣经的话 来规范自己 但就像保罗所说的 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行出来由不得我 当他明白音信称义的道理之后 他如是重负 也从自责和自卑的心境中走出来 他讲述基督在他心里的改变 说 大约在九点差一刻的时候 当时好奇妙 一股暖流流进我的心 我感到我已经相信基督 做我的救主 基督已经除去了我的罪 并且把我从罪和死的律中 拯救出来 圣灵在他心里动了善功 让他确信 他是神儿女 他的心就跟着火热起来 约翰·威斯里的弟弟 查理·威斯里 也是经历类似的灵性转变 当时 马拉威亚弟兄会的重要同工 彼得·波勒问他 你是否盼望得救 查理·威斯里回答 是的 彼得·波勒 再次问他 那你根据什么理由 你希望得救呢 查理·威斯里就解释 因为我已经进了自己最大努力 去侍奉神了 彼得·波勒听了 只摇头 一语不发 他晓得 查理·威斯里 还没有在基督里的信心 他还是想要靠自己的行为称义 1738年 5月3号 彼得·波勒 和查理·威斯里 展开一席常谈 结果神开了查理·威斯里的心灵眼睛 让他彻底觉悟 人只能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救 他找到了生命中所失去的 就是神早在基督里所赐下的平安 得到复兴之后的威斯里兄弟 到处去传道 工作更有能力 约翰·威斯里很会讲道 而弟弟查理·威斯里很会写诗 他写的一首 怎能如此 在诗里说道 怎能如此 像我这样罪人 也能蒙主饱血救赎 因我罪过 使他受苦 因我罪过 使他受死 其异的爱 何能如此 我主我神 竟为我死 他被捆绑的心灵得到释放 不再定罪的确信 让他不再畏惧 他说 愿我有千万舌头 前来赞美救主 述说他的恩典何等深厚 荣耀何等丰富 今天 你有没有这样的确局跟把握呢 这个少年观 什么都有 但他优柔寡断 他缺少 绝对的力量 和跟从耶稣 坚定的心智 他来见耶稣 说夫子 我该做什么善事 才能得永生 耶稣说 你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诫命 他说什么诫命 耶稣说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又当爱人如己 他说 这些我都遵守了 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马太说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今天无数的人 就像这个少年官 没有永生的把握 又没有毅然 觉知跟随耶稣的 智慧跟勇气 英国圣工会大主教 莱尔说 有了感觉 还需要行动 他说 这里有一个人 为了自己的救温 来见耶稣 虽然与他同时代的 很多人都不信耶稣 他来并不是为了 病得医治 他来也不是为了 求一个孩子 他来是 为了自己的灵魂 他以一个非常坦诚的问题 来开始这个对话 夫子 我该做什么善事 才能得永生 我们肯定会这样想 这就是我所期盼的情况 这个人不是一个 带有偏见的统治者 或法利塞人 而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木道友 然而 这个少年人 他离开的时候 是悠悠愁愁的 而我们以后也没有读到 他悔改信主的记录 请不要忘记 对于信仰有好感 并不等于悔改 我们可能在理性上认识真理 我们也可以常常感到 良心的谴责 可能内心也有一些宗教的情感 有时甚至会担心自己的灵魂 并且流了不少眼泪 但这一切都不是悔改 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 有这些感觉 却没有行动 就是离奇真理 莱尔说 要警醒 当你已经知道信仰中 敬畏 期待和盼望的是什么 不能停留在感觉上的满足 要继续行动 接受救恩 知道圣灵在你心里见证 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 知道你已经清楚知道 在基督里 你已经是新造的人 在你真正悔改之前 永远不要安息 要持续把盼望放在基督身上 有感觉很好 但更好的是 你真实的悔改了 一个人渴望积恩 却可能尚未得救 不要于从自己软弱的意志 不敢跟从主 而要靠神的恩典 勇敢跨出新兴的第一步 良机 成为因为过度斟酌而失去 新兴的第一步 是整个旅程最需要的 当你踏出新兴的第一步 就在神的引导下 在基督里认识神 就看见和经历 他奇妙的作为 你以神为可信的 你信他是全能者 神就向你展示 他实在是 但你若持续没有行动 等同于离析了真理 反观 耶利哥成立了税里长 撒该 不是只要看一看耶稣 耶稣呼召他的时候 他马上从丧树上下来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随即用行动表现 他的信心 今天很多人起先 他只到教会来 看一看 但亲爱的朋友 耶稣不是被动地让你看 他是复活的主 他主动地呼召你 要与你同住 而你的回应 就将决定你的永恒 当神给你蒙照的机会的时候 你是悠悠愁愁地走了呢 还是欢欢喜喜地接待他 那些最终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 欢喜接待耶稣的 那些跟从主的人 是被选上的 深远我们都在其中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怎能如此 怎能如此 像我这样罪人 也梦到雪 救出大恩 主为我受痛苦变伤 主为我受痛苦变伤 也为我死在世家上 祈祢的爱 祈祢的爱 怎能如此 我主神 为我受死 祈祢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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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宝庆 天上宝座荣荒 无量恩 祈祢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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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multiple 自在爱 祈祢的爱 祈祢的爱 由添祢的爱 和交朋友 送给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靠着你爱泽的圣名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你 并且多结果子荣耀你 愿你怜悯我们 赐福于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在这心的一年里 更殷勤地做主公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既温 我们把这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忠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彼不知缺乏 他是我牧者 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我是苏红忠议他 是我的灵墙 它是我的灵墙 祝认 我走一路 主耶和华是我牧着 我比不知缺乏